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礼拜一开盘 它是一个开低的盘 指数受到台积电这些权重股的压抑 中场跌了95点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今天是量缩 但是最多跌了116点 相对上面它是一个 收在一个相对低点的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半年线 我们讲过 它在这个地方企图守半年线 因为这段期间圣诞节放假 外资是传统的假期 所以他们进出就比较少 内资的部分来讲的话 通常在这个时候会比较主导盘式 但是指数呢 它就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幅度 不管是这个权重股部分 今天233年的台积电 今天看起来 除息之后的第二天交易 还是呈现贴息 不过这贴息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八一页都买到四百 七到四百八中间了 投资人有什么好害怕的 或许最近的震荡幅度 都是因为这个 现在大家都在 瞄准了经济的前景 比较悲观 先前是因为升息 收缩资金 那现在市场上就转向了 对于经济的一个预测来讲话 明年呈现衰退的 甚至十月六月上升 不过我觉得还是 资金这个流向 它会控制 它会受到排面上的影响 你看先前在反弹的时候 你看那个时候在反弹 也不好 没有好消息 对不对 最烂的低润 南亚科宗四十几块钱 谈到六十二块钱了 那这段反弹 你可以叫它无稽之谈 那这段反弹 其实市场上 还是在收缩资金 那对于明年的经济展望 那更不用讲 可是股价为什么会反弹 因为跌升了 就会有反弹 散户出场了 就会有人进场 大户就会进场 那你等到过高之后 先过了这高点之后 又回撤 所以先进低点的 先反弹 然后再回撤 联发科最近 多事之休 很多人 很多外资对联发科的平等来讲 这个调降 可是联发科他从 533块钱 还涨到756块钱 涨200多块钱上来了 他同样也过了八一分的高点 这些股票 他在杀的时候 外资给你一套说法 他在涨的时候 外资又给你另外一套说法 所以市场上 他的 这个 真正的 真正的 这个所谓 你要知道的事情是 他在这里 是上涨 是反弹的 或者他在这里 是准备 来做修正 你不能是说 拿着新闻 去解读 因为新闻都是怎么样 媒体把它拿过来之后 去对照 比如说什么什么股票跌 那媒体赶快去找 找一些负面的消息 就把它放上去 联发科跌 然后就找联发科坏的消息 放上去 所以你看到的 因为股价跌 所以媒体上面 给你看到的就是坏的消息 因为不可能说 假设联发科今天大跌 那你还放好消息 那除非前一天 刚好有好消息 那出来之后 隔天股价大跌 不然都是 股价在跌的时候 媒体就把坏消息拿出来 涨的时候 就把好消息给你看 当然这不是媒体的错 因为你股价在跌的时候 你找利多理由 投资人根本都说 你这个媒体是精神错乱 那股价在跌 怎么还利多呢 对不对 当然你跌的时候 你看到都是利空的消息 你看这个紧碎一样 一弹弹六成 这个南电一弹弹77% 可是它跌也跌很深 8046南电 你看最近 这股票都先回档 有没有 它先过高 可是你看 它跌多深 631跌到177 一张63万的股票 跌到剩下18万不到 那你反弹7乘7 也不够到314块钱 连原来的一半都还不到 可是它已经反弹77% 对不对 所以我要跟各位讲 就是现在它资金就是轮动 极其低的上来 你看上礼拜五 其实我觉得航运股 比如说像台华 它没有什么利多 它利多就是跌升了 相对没有涨到 然后散户出场 这荣字以为这样降的 对不对 散户为什么出场 因为看它不动 所以就卖 那卖了 你如果再转去追高的股票 那又形成另外一个套牢 所以股票永远是这样轮回 但是问题是说 它在相对在这里 为什么会涨 理由很简单 在低档 筹码面 偏多 阳面也是一样 长榮也是一样 航运机器都很低 离8月起的一点都很低 但是这种操作 其实 我觉得 你可以来去想一想 为什么今天 很多之前强势的股票 你看保一打到跌停板 当然保一打到跌停板 绝大部分的人都说什么 你保一没有赚钱 保一没有赚钱 军工概念没有赚钱 那你涨的时候 不是一样这样子吗 涨的时候人家买 不是买他EPS 是买他的题材 你懂吗 资金流到这个地方来了 流到什么 流到什么 先前都没有涨到的 所以一下就上来 绝对不是因为它本益比 那为什么今天打到跌停 很简单 你也资金找到其他流向 恒大今天涨停板 这个机器高还是低 各位自己看 那今天市场上说 又传出防疫有商机 口罩有商机 我坦白来讲 你家有多少合口罩 那我看了新闻 说大陆在抢N95口罩 都是题材 题材第一个 有题材 主力要不要跟 那主力要不要跟 他也会看机器 所以军工概念股 今天的重挫 就是因为它现在先涨了 然后短线上面 资金又转到没有涨的股票 像是恒大这种股票 那当然恒大这个 有什么基本面 我也不知道 获利回归原点 之前赚很多 但是之前赚很多 疫情那时候赚很多 可是又回到原点 所以台博也是一样 这股票怎么打得跌停 当然这跟权重调整有关系 0056权重调整有关系 合成军工概念重挫 是不是 那你看 其实有些股票 那资金转到什么 低级期的 没有涨到 合适 你说涨1905张 有什么基本面 你说这一波在涨生计股 有什么基本面 纯粹就是题材 永日 当然南光 这个有人讲说 帮这个何康生做代工的 重点是他先前的没有涨到 帮何康生做代工的 难道市场上不知道吗 怎么可能不知道 可是没有涨 资金就转进来 然后涨上来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何康生代工 那你当然在这里 何康生代工的 对不对 那涨到这里来 要不要追见仁见智 是不是 当然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从来没有讲生计股不好 但是生计股 它其实第一个 它跟大盘是属于反指标的 就电子墙 生计就不会动 可是当电子在整理 或甚至 这个电子的次数群 在修正的时候 其实这些阻力 它就转而去拉抬这种的 那讲的理由很简单 血氧机 对不对 口罩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这个问题是说 重点在 那股票积极够不够低 所以讲到这个 我也跟各位讲 我们举几个例子 生微能源 我讲生微能源 第一个 它现真是 5万张88元 21 5万张是多少 亲爱的观众朋友 5万张相当于怎么样 股本是5亿的公司 各位懂我意思吗 等于说它从16亿 增到21亿 这种概念 5万张就相当于 相当于5亿的 5亿的股本 88块钱 有涨到吗 一根长红整理 一根长红整理 这边是找买点 这边是找买点 其实这两根应该算同一根 连续的红K应该可以把它视为同一根 有没有量 我们看一下 有吗 这两天有量 对不对 这两天有量 这边开始 这边开始突破 所以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重新介入的买点 各位懂我意思吗 你不能说 老师 深微今天开高震荡走低 连续几天开高走低 前天创新高 这个创新高多少 84块钱 它不是创新高 它根本就没有涨到在这里 那这个地方叫换手量 那是台电最大的 统包工程 只要基期够低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股票 震荡拉回 是要找买点 这个八冠 八冠当然 最近被分盘交易 上个礼拜创新高 那我讲一三 四二八冠 前三季 就赚超过半个股本了 赚了5块2毛9 是不是 那赚5块2毛9 基本上也还在这里 整理整理 然后开始发动 股票就是这样子 一马当先 工上涨停摆 跟着我们一档一档赚 你不能去追 你去追它 事实上来讲的话 你不容易赚到钱 你要先买 买含之后 让它上去 是不是 那我讲为什么 我在这里把它出掉 最大原因不是它基本面改变 最大原因是怎么样 它被分盘交易 所以被分盘交易的话 你就会有流动性的问题 那如果你去追它 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追它 如果你在这里追它 你卖掉 你大概最多只是小赚 甚至搞不好是赔钱的 各位怎么 那你不卖 你资金套到里面 为什么 它被分盘交易 就从12月9号开始 9号被分盘交易 这里 这天被分盘交易 对不对 那像这种股票 被分盘交易的 其实你是拉回来找买点 你不是要过高追 你看如果 这天分盘交易我们出掉 9号这天我们获利出掉 先赚涨停 隔天分盘交易获利出掉 那你如果拉下来讲 各位你看 如果你拉回来你去买 你买在128 或130以下 基本上来讲 隔天133.5 再过一天还创新高 141收盘 你都可以赚到钱 可是如果你141买 或140买 今天最低在132 收盘收134.5 你就赚不到钱 所以像8冠这种股票 被分盘交易的 我说拉回找买点 所以明后天 如果有在盘中有在急错 那基本上来讲 8冠是应该是要 找买点进去的 托凯也是一样 前三季赚超过20块钱 所以本益比你看起来 够低嘛 对不对 前一季赚20块钱嘛 那今年呢 有机会挑战 三个股本 哇那三个股本啊 30块钱 那本益比多少倍 各位算想看 六倍多 所以 它相对上面 也在这里 相对抗跌 其实随时一根长红 就可以突破了 随时一根长红 就突破上去了 所以 现在操作上面就是 你必须要去掌握 拉回的一个买点 然后呢 你去找寻那些 获利数字好的 因为现在是财报空窗期 那你营收过高的好公司 基本上是这样 拉回 适早买点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 宏观668 11月份营收创 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所以 像这类型的股票 其实拉回是早买点的 拉回是早买点的 懂吗 因为它这个地方 延续上来 在这里区间 那你不能去追高 但拉回来讲 你早买点 营收创历史新高 四星科 4916 也是一样 营收年正98% 也是创高 四星科 4916 题材很多 另外来讲 这样股票细微 细微 也是一样 大量攻击 量缩压回整理 所以今天这个量是买点 这个量是个买点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量缩压回的 上去 这地方整理 不能追 出大量 要整理 量缩压回 早买点 你如果积极操作 这个地方先出一趟 量缩拉回 再买 也可以 你的资金这样 不要灵活 但是你就不要说过高的时候 这个地方 去追他 压回 这个地方都是买点 都找买点 你看像这个立风 KY9好 有没有 投信 我不是跟各位讲 解封投信 作证 对不对 是一三切立风 所以你压回的时候 你去买 你不要过高追 你过高追 拉回 你这样很辛苦 今天的工长庭 又创了一个小高 又创了一个小高 对不对 你看对不对 量缩压回 是不是 所以我们讲 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会震荡 震荡因为过高 过高有很多当冲 隔日冲的 可是量缩压回 基本上来讲 它的基本面 它的基本面 它的筹码 是对的 所以量缩压回 那些 当冲隔日冲 他们就不会怎么样 过高的时候 去追 追的时候把它冲掉 所以立风KY 你可以看到 今天量缩拉回 这嘴光要涨停板 这些股票 我跟各位讲 这些股票 其实 在操作上面 资金轮动得很快 来你看 这个资金 2444 对不对 营收创新高 也是一样 你看几乎每一档股票都是 出量 然后这个就整理 各位懂我意思吗 跟立风KY一样的 对不对 出量 然后整理 然后再一个过高 所以 就股票都是这个样子 各位懂我意思吗 重点是 现在在走低价的股票 所以11月份 一创历史新高 照进 20块钱不到股票 拉回就是买 过高 不用追他 而且这种股票 他没有融资券 他也不能当冲 所以 你今天买的 除非你手上有货 你今天买 买来之后卖老股 做价差可以 可是你如果空手 你今天买 你就不能卖 所以像照进 对不对 你卖掉 就给你拉上来 各位懂我意思吗 可是你追 对不起 收盘呢 可能收低一点点 懂我意思吗 所以拉回来 你要这样想 拉回来这个卖单 你要让它消化 消化消化完 拉上来 在这里 不能当冲 那你今天买的 你不能冲掉 你最多是卖老股 对不对 做价差操作 那这种股票 其实 防守点 你就抓这里 就抓这里 就抓这里 就到这里 有可能打下来 洗完再上去 有可能 对不对 那这时候 假设 你这里买的 那你到这边来 你的亏损会扩大 你可能就在那边受不了 停损 比如这个地方 你有20.9买的 你又杀这个低点 15块钱 20杀了15 杀5块钱 那25% 那25可能说 那我就停损了 可是 他可能就杀了25%到这里来 停损完之后 喝完再上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在量缩压回的时候买 你或许 可以 可以忍受 为什么 假设你18块买的吧 你低点177 那你18块买的 你打到15块钱 还OK 对不对 这个还在你的停损范围之内 你还可以忍 可是股票一过高一追 基本上来讲 那空间拉大之后 当它修正下来的时候 你那修正幅度变大的时候 你会面临到怎么样 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地方执行停损 你不执行 会不会破 没有人知道 那你执了 对不对 再拉上去 那我告诉你 这样股票以后再涨10根停板 跟你也没有关系 所以股票不能去追它 这就是我讲 你现在资金短线上 转到这些强势类股 它的操作也是一样 这些生计股也是一样 操作都是一样 心情投空也是一样 3713 但是 它是因为今天 跌破了这个地方 所以出现怎么样 卖压 但是我认为这样股票没死 洗得很凶 但是压回 我认为 我认为在这里 可以找买点 好 那时间的关系 这张股票 有兴趣 大家一起来操作 打入福斯汽车供应链 11倍营收 创历史新高 好 那今天来讲也是拉回 就拉回 就是找买点 过去这股票 各位你都看到了 精锐盛品 对不对 今天我们多找钱 跟各位讲 是不是 股票不要追 胜品也是一样 是不是 那有任何问题呢 欢迎跟我们现场助理 做联络 或是订阅宇哥的YT频道 随之获取新资讯 记得点阅 然后呢 打开小铃铛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